好,我们讲多元函数的练习法则,也就是 称入 我们都熟悉了在这个一元函数里面 我们的称入 或者说是single variable 它的称入 它的称入是,我们如果说是y等于f u u等于gx 那么我们dy over dx 这是等于f关于u的derivative 再乘上u关于x的derivative 这是f关于,我们把gx看成一个整体 这是一元函数的称入 那么我们对多元函数的称入 我们看一下它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 一般的形式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是我们先看二元函数 如果z等于f uv u等于gxy v等于hxy 那么我们看一下 偏z偏x它会等于什么样子 它会是先f对u求导数 再u对x求导数 还要加上f关于v求导数 然后v关于x求导数 z关于v的导数 是先要f关于u的导数 再乘上u关于y的导数 再加上f关于v的导数 再乘上v关于y的导数 这是一般的形式 是这个样子 当然你推广到更多元的三个变量 四个变量 它的做法是一样的 有多少个中间变量 它会有多少像 我们这有两个中间变量 intermediate value variable 那么它就应该有两像 这有两像 当然是相乘 那我们看一下一些特殊的情况 第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如果说是 z等于fxy 而x等于g t y等于ht的话 那这个只有一个 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只有一个最终变量 所以它实际上是亿元函数 那我们先要关于x求导数 再x关于t求导数相乘 这是只有一个中间变量的形式 那只有一个最终变量 它有两个中间变量 当然三个中间变量一样的球 有几个中间变量有几下 这里有两个中间变量 所以有两下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说是 我们会出现 z等于f t x y 那么x等于g t y等于ht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里面 既含有最终变量 又含有中间变量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求 当然说最终的也还是只有一个变量的函数 所谓是dz dt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t 这个函数里面的这个t 也看成一个中间变量 当然说 看成一个中间变量的话 t就等于t了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 sense偏f偏t f关于t有一个导数 再加上偏f偏x 再乘上dx dt 再加上偏f偏y 再dy dt 这个是如果函数里面 本身函数里面既有中间变量 又有字变量的话 那我们对局 我们会多这么一项出来 那还有最后一种 当然说我们也会有更多的这种方法 那我们常见的会有这些 如果w是等于fxyz 而z z又等于gxy 当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变量 中间变量 那z又有字变量 又有中间变量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 那么偏w偏x 这是等于偏f偏x 加上偏f偏z 再乘上偏z偏x 而偏w偏y 这是偏f偏y 再加上偏f偏z 再乘上偏z偏y 当然我们还会 也许会变成更多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现在 我们主要的考虑这几种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立体 我们先看立体 我们再来证明 例如说 第一个z等于x乘上y x等于cos一t y等于sin一t 那我们去找 去计算 dz dt 因为只有一个最终变量 所以它的解是这样子 dz dt 它是 我们是偏f偏x 再乘上dxdt 再加上偏f偏y 才乘上dv dt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的fxy 偏f偏x是y dxdt 是负的3t 是负的3t 好 再偏f偏y是变成x 再dydt是cost 那么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也可以把x和y带进去 y是3t x是cost 就变成cost的平方 减上3t的平方 这是等于cost 我们可以这样写 你可以把它变回最终变量 也可以就写 你就写成这个样子 也是也是可以的 这是只有一个字变量 两个中间变量的情形 好 那我们看第二个例题 z如果等于e的u 3v u等于x乘上y v等于x加上y 两个中间变量 两个字变量 这是最一般的情形 所以偏z偏x是等于偏f偏u 再乘上偏u偏x 再加上偏f偏v 再乘上偏v偏x 偏f偏u 这是eu3v 偏u偏x是y 那么偏f偏v是eucosv 而偏v偏x是e 所以是等于e的u 这是y3v加上cosv 就写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u和v用xy带进去 不愿意的话 就写成这个样子 也就没问题 然后偏z偏y 偏f偏u 再乘上偏u偏y 再加上偏f偏v 再乘上偏v偏y 偏f偏u 这个我们已经算过了 eu3v 偏u偏y 这是x 偏f偏v 这是eucosv 这个我们刚才也算过了 偏v偏y是e 所以这是等于e的u x3v加上cosv 好,我们可以再看 一个立体 而z z等于u的平方 logv也是两个中间变量 u等于y分之x v等于3x-2y 那我们可以看 那我们可以看 偏z偏x是偏f偏u 乘上偏u偏x加上偏f偏v 偏f偏u 偏f偏u 偏f偏u是2u logv 偏u偏x是y分之1 偏f偏v是v分之1 偏f偏v是v分之1 偏f偏u 偏f偏u 偏u 偏f偏u 偏u 偏u偏u 偏u 偏u 偏f偏u 偏u 偏u 偏o 偏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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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seu 偏u Log v,再减去2u的平方 好,这是 一般的情形,两个变量两个中间变量 那我们看第三 种情形 既有自变量又有中间变量 那么如果说是 Z 等于 E的AX方再乘上 Y-Z 除以 A的平方加 1 而Y是等于A乘上 3X Z是等于 Cosin X 那么只有一个最终变量 但是有两个中间变量 但是这个函数里面既有最终变量 X 又有中间变量 Y-Z 所以这个 我们可以写 我们可以写 这个是写成W 或者是U 写成U吧 所以DU DX 可以是偏F 偏X 加上偏F 偏Y 再乘上 DY DX DX 再加偏F 偏Z 再乘上DZ DX 那么偏F 偏X 是 A的平方加1分之1 再乘上A E的AX E的AX Y-Z 那偏F 偏Y是 A的平方加1分之1 E的AX 这是偏F 偏F 偏F 好 偏F 偏Z 是 A的平方加1分之1 的AX 乘上 负1 这是偏F 偏Z DZ DX 是 负的 cos X 负的 3X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A的平方加1分之1写出来 还有E的AX 好 我们E的AX 好 第一个是AY-AZ 会多出来 第二个是 再加上A cos x 再加上A 再加上3X 那么Y 等于A3X Z等于cos x 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来 A的平方加1 A乘上Y A乘上Y 是A的平方 3X 好 AZ 是A cos x 再加上3X 好 还有一个 加上一个 这是AZ A 还有加上A cos 再加上3X 所以这两个 这中间两个A掉 好 这里A 还有一个3X出来 所以就变成 这A的平方加1乘上3X 所以E的AX 再乘上3X 而3X 是我们的 A A分之一Y 那这我们就得出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是两个中间变量 一个字变量 那么我们再看 最后一个啊 一个中间变量 两个字变量 但是 函数本身又有中间变量 又有字变量的情形 Z乘上E的X平方加Y平方加上Z的平方 而Z等于X乘上Y平方 那我们 找偏Z偏X和偏Z偏Y 偏Z偏X 是偏F偏X 加上偏F偏Y 这应该是偏U 偏U偏X 偏F偏Z 就是2X 再乘上E的X平方加Y平方加上Z的平方 当然还要乘上这个Z 再加上偏F偏Z就是2Z 偏F偏Z 先说 先用 这个是product rule 先是 好 E的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的平方 再加上2Z的平方 E的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这两项合起来 这两项合起来是偏F偏Z 再乘上偏Z偏X就是Y平方 所以这是等于E的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平方 拿出来 这是2XZ 再加上Y平方再加上2Y平方Z的平方 而偏 这是偏U偏X 偏U偏Y等于偏F偏Y再加上偏F偏Z 再乘上偏Z偏X偏Z偏Y 偏F偏Y是2YZ E的X平方加上Y平方加上Z的平方 而偏F偏Z是 E的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再加上2Z的平方 E的X平方加Y平方加上Z的平方 这是我们刚才算过来的 然后偏Z偏Y是2XY 所以我们可以把E的X平方加Y平方加Z平方 拿出来 所以是2YZ 这边剩下2X2XY 这一项乘上2XY 再这一项乘上2XY 再加上4倍XYZ的平方 这是一个中间变量 两个字变量 但是函数本身既含有中间变量 又含有字变量 当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情形 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去 我们也没办法把所有的情况都弄出来 再加上我们的证明 还有计算 我们来证明 证明我们刚才的结论 我们只针对其中一种情形 也就是说 Z等于FXY X等于G 关于GT Y是 Y是HT 那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结论 当然说我们的条件 所有的条件都应该是 F G 和H 都是Differentiable 要不然我们就没办法算 那么F是Differentiable 那它就有Total Differential X和GT YHT 都是Differentiable 也就是说它们的Derivative都是存在的 对一元函数来说 Differentiable就是它的 就是跟这个Derivative存在是等价的 但对多元函数 是我们说说它的 Total Differential它是存在的 或者说是根据我们的定义 或者说是根据我们的定义 根据我们的定义 或者是定义 F是Differentiable 那也就是说 F 或者说Delta F吧 Delta F可以形成 A DX加上B DY 再加上O 这个Row Row是我们根号下 我们这就写成Delta X吧 Delta X 对字边的人说来说 Delta X就是等于DX Delta X的平方加上Delta Y的平方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X F X加上Delta X Y加上Delta Y 减去F X Y 它可以写成是 因为根据我们Total Differential Differential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就是 偏F偏X 乘上Delta X A是等于 偏F偏X B是偏F偏Y 这是Delta Y 再加上O Row 这是Delta F 或者是Delta Z 那我们把两边同时除以DT 就是Delta Z 除以Delta T 它就等于 偏F 偏X 乘上Delta X 除以Delta T 再加上 偏F 偏Y 乘上Delta X 除以Delta T 再加上O Row 除以Delta T 那两边求 两边求Limit Delta T 去定零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D 这个就是DX 这个就是DZ DT嘛 那么 右边 就变成偏F 偏X 偏F 偏Y 就是Delta Y Delta X 除以Delta T 再加上偏F 偏Y 乘上Delta Y 除以Delta T 再加上O Row 除以Delta T 那我们 前面这个就是偏F 偏X 乘上DX DT 加上偏F 偏Y 乘上DY DT 在后面这个我们证明它是等于0的 是因为我们所谓的O Row 是 意思是 意思是当Delta X Delta X 去定零 Delta Y 去定零的时候 它是 Delta X 和Delta Y 的高阶无穷小 那我们 除以Delta T 是Delta T 去定零 好 那我们 好 那 这个是 Limit Delta T 去定零 就是O 根号下 Delta X Delta X 的平方 加上Delta Y的平方 除以Delta T 也就是说 当Delta X Delta Y 都去定零的时候 它是Delta X Delta Y 的高阶无穷小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什么呢 Delta T Delta T 去定零 我们 我们 根号下 Delta X 的平方 加上Delta Y的平方 我们 给它 除以 根号下 Delta X的平方 加上Delta Y的平方 我们 这里 分母也可以 写成什么呢 写成是 Delta T 除以 根号下 Delta X的平方 加上Delta Y的平方 我们 把Delta T 放进去 把Delta T 放进去 让我们知道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是 是 是 常数 因为 我们把Delta T 可以放进去 把Delta T 放进去以后 这是 Delta X的平方 除以Delta T的平方 这是常数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它是 它趋近什么呢 也就是说 那我们可以看 Limit Limit Delta T趋近零 我们可以写成是 根号下 Delta X的平方 除以Delta T的平方 再加上 Delta Y的平方 除以Delta T的平方 因为 这个 这是 这一部分 是 X关于T的导数 的平方 这是Y关于T的导数 的平方 所以这两个 都是有限数 这两个有限数 而我们知道 分母这一部分 整个这一部分 是趋近零的 这一部分 趋近零 这一部分 趋近 趋近常数 趋近常数 它是等于 根号下 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所以这一部分 是趋近零 所以整个 整个这一部分 是趋近零的 那么 这个 我们就证明了 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结论 就是 DZ DT 就等于这个 这是我们 多元函数的 历史法则 那我们各种情况都列举了 那我们只证明了其中一个 那么其他的 其他几种结论 他的证明方式都差不多的 那我们就不再去一一证明了